大家都知道色料是翡翠原始中最难玩的 只有看懂松花和蟒带才有资格玩色料 松花是翡翠内部有绿色所呈现在皮壳上的一种表现 它是很多绿色的小点聚集在一块 有成条状的 有成块状的 但是不管是什么形状 它都是属于蟒状的 由于它形成是蟒状的 所以说有松花的料子基本上是玩不到蓝色 只可能玩到飘花 此外 多数人比较喜欢有色带的料子 有色带的翡翠原始价格虽然比较高 但是也是比较容易切涨 有色带的原始它不分长口 任何长口都可以玩 只要它不是肿嫩的原始上出现色带就可以 所以任何长口的翡翠原始都是一样 只要色带可以在原始内部贯通 那么它的颜色就会进去 如果进去了 我们就容易切出满色的牌子 挂件 色带越宽它的价值就会越大 一般品质比较高的满色手镯 就是从色带中取出来的 因此行业内就有了这样一句话 拧完一条线 不完一大片 你学会了吗